楊泰宮 周文王 文王 平泰宮 這個是全景 這個小的是主要的主角 其他都配角 其他沒有沒關係 有時候這種故事只要有主角就沒演戲了 不需要配角 可是因為他建築物的那個 可以做的畫面就這麼大 所以要多做一些配角把它填滿 才不會太恐怖 所以我都嘗笑說後面這群人來幹嘛的 才你變大了 有跑龍套的嗎 多一個少一個都怪是 主角有道就好 如果牆壁大一點就配角多做幾個 牆壁小一點就少做幾個 這個周文王 周文王 江泰宮 這個是三戶茅如 這幾個故事講的都是 那個所謂的明君聘閒城 就在有科舉制度之前 以前用人都是用舉見的 有的就是世襲的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 就是比較職業什麼比較低等的老百姓 想翻身就不太容易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貴族世襲 或是貴族之間彼此推薦 然後誰誰誰 誰打得不錯 應該可以做官 然後就跟皇帝聊聊 不是我好 就派去做縣長 就這樣子 那如果是窮人 沒有人會去見你 所以後來有科舉制度之後 那些下等的一百年的老百姓都很開心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幾個故事都是在講 這些用人若渴的這些君主 經過別人會見去拜訪 這些很厲害的隱居 在各個地方的這些人 那這個是三戶茅如 劉備定孔明 在這個草屋裡面睡覺 外面這個是書棚 旁邊這些呢 裡面大的 哈哈哈哈 謝謝